在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俄罗斯军方召开了2018年度国防部扩大部务会会议, 统结了2018年俄军的战略指导、力量建设和作战行动等多方面的成果经验,明确了俄军未来发展规划方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邵伊古出席了这次会议, 并在会上多次做出内容丰富的发言,包括俄罗斯军报红星报和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在内的多个官方媒体也对此予以高调报道。 那么,这次会议有哪些重点内容,对俄军未来发展又会有什么影响? 且听笔者为您简要分析,在战略认知层面俄罗斯政府认为, 2018年俄罗斯帝周边军事态势持续恶化,对俄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邵伊古在讲话中认为,美军和北约组织在俄周边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动作, 包括重建针对北大西洋方向海军第二舰队,在挪威等北极周边地区加进演习和部队部署, 在波兰增派驻军,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更多军软, 赤巨资提高驻东欧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和装备弹药储存水平, 以及北约组建新的联合司令部等行动俄军认为, 上述行动,是在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各个战略方向上增加对俄军事压力。 削弱俄常规军力的威慑能力,在战略武器系统层面普京表示, 美国执意退出中岛条约和在波兰、鲁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的行为, 意在抵消俄罗斯来以维护国际安全的战略威慑力量, 给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极大风险。 上述表态显示,俄军正高层是美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俄军事对峙,仍将持续资料图片和总统普京观摩视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在明确美俄对立的战略态势后,普京也为俄军开出了应对之策。 本次会议披露的俄军未来发展规划中, 其对战略武器系统,尤其是性能无法被美军防御系统抵消的尖端武器, 显示出特殊的关注。 通过多年来, 更新核武库的努力俄军战略和力量的现代化比率已超过82%。 在继续发展传统和力量的同时, 俄军也将加速机动和打击力量和尖端武器系统的列装进程。 俄军计划在未来装备更多新型战略和潜艇和战略轰炸机, 全面推动匕首先锋等高超音速导弹和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等新装备入役, 俄军认为核潜艇和轰炸机等机动打击力量可在不扩大核武库规模的情况下, 提高战略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 而高超音速和激光武器则直指美国反导系统的软肋, 足以打破美国遏制抵消俄战略力量的意图, 由此可见在未来俄军发展中。 维护被俄视为国之基石的威慑能力, 将称为重重之重,在常规军力建设层面。 俄军自2013年开始的常规武器硬件、更新, 似乎已告一段落, 转而将建设重点,转向软件升级上, 希望通过部队指挥训练水平的提高, 让新型武器系统发挥更大效能少一股, 在向普京的汇报中。 对俄军地部队素质、作战经验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少一股提出截至2025年。 俄军全部师以上, 包括军区、集团军和师部队指挥官, 以及超过96%的旅团级指挥官, 都将具有实战经验。 部队兵员的职业化比率, 也要提高到60%以上。 俄军还计划为部队配备首个国产自动化指挥系统, 及更多现代化通信设备, 以此, 提高部队的战场反应能力, 和各级司令部的指挥控制能力, 此外普京还特别强调, 俄军应提高各军种演习训练标准, 提高俄军在现代化和非常规战场上的作战水平。 资料图片, 俄军北极军演, 在列举了未来俄军发展的若干重点后, 普京又在补充讲话中, 着重提及为俄军培养第二梯队的问题, 据红星报报道, 普京强调俄军要让更多年轻, 有才华和有前途的青年专业人员加入军队。 目前,俄军已经开设了时代中心等高薪技术研发基地, 希望通过优渥的薪资待遇和生活环境, 吸引更多青年才俊。 大批俄罗斯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也打破军地界限, 向俄军给予更多智力资源支持。 为激发青少年群体的参军热情, 俄国防部建立的青少年军训练营的规模, 也将扩充到50万人, 向俄罗斯青年提供了解军队生活, 接受以前国防教育的机会。 以此,扩大俄军兵员基础和提升新兵素质, 从这次决定俄军未来发展方向的会议主旨看, 俄高层在关注现实发展需求的同时, 还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 其提升部队训练水平和培养新人方面的努力。 显然,是在为今后数十年俄军战斗力的保持和发展打好基础, 而着力发展美军尚未列装的尖端武器。 则是在美俄军事经济实力, 对比长期失衡, 双方军事对峙, 又将长期持续的战略评估态势下, 为维持自身可靠, 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 所做出尝试可见。 在对未来俄罗斯安全形势做出不乐观的估计后, 俄军已经在为新一轮军事对立和竞争摩权擦掌资料图片, 俄军配列斯维特战略激光系统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